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十几年教学探索 在学科建设方面注重放眼世界传承历史 加强基础艺术素养的培养 走产学研共同培养的教育模式 进口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 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动画专业以美术 漫画 音乐 影视 剧本写作等知识为基础 结合动画艺术语言 运用相关动画技法和数字技术进行实践创作 学习二维动画 定格动画 三维动画 以及数字化创作和展示的相关知识 注重学生原创性的素质培养 创新思维和动画实践能力 数字媒体专业是一个融合数字技术 艺术设计和人文社会的综合性学科 以数字信息媒介视觉传达和动画实践应用 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数字艺术设计专业 注重学生原创性的素质培养 开拓国际化视野 创新思维和媒介设计实践能力 在教学基础设施方面 建立了多个相关专业实验室 如数字艺术CG实验室 二维动画实验室 三维动画实验室等实验室 2011年作品AM8.05 入围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节 此后动画作品《自然战争》 荣获中国学院奖阿达奖 学生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大学生计算机大赛 动画类一等奖 成绩斐然 我们从2006年产生第一届毕业生以来 我们先后和西安的多个动漫企业 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 早期我们和飞鸟动画 还有分腾互动等等 干得比较出色的一些企业 建立了合作关系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新生的一些企业也都出现了 这里面代表了像一些热玩游戏 还有强和动漫 都和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每一个元素为你铺好你的每一步 动画专业与数字媒体专业 等你到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喜欢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